上堂課我們看到這個流程控制 那到這邊這個所謂的 草狀式的判斷式 然後我們要做這個所謂的一動為二的寫导 你們還記得 我剛剛看同學們寫的這個 這個練習題同學沒有做完 我記得同學要補一下這個練習題 就是回去我們要做主要把他寫完 那下午我們會 就練習題的做一些講解 老師也把這個解答放上去了 所以同學在課後 先把這個練習題也把它寫完 好 那我們就看這一題 就是用if else的草狀if來區分這個整構 那就是要同學們練習說 怎麼找出一個關鍵的金額 然後金額用這個金額去做判斷 寫一個草狀式出來 OK好那我們看這個寫吧 OK好那這邊我們就要輸入一些消費金額 那一般來說你會這樣想他 然後就是我們就很快的找出關鍵金額在這個1萬塊那邊 特斯老師設了這一個所謂輸入的變數 存存這個消費金額 就如果說呢 我大於這個1萬塊的時候呢 就一分為二 把這些關鍵找出來 把else 相反的時候就是沒有折扣的時候 那現在可能沒有靈感怎麼寫 另外千件但你就先把 這個相反的先寫一次 因為這個大概1萬塊才有折扣的 反過來說這是沒有折扣的 所以你要輸入這個沒有折扣的金額是多少錢 然後給他提示一下沒有折扣 所以我這樣想 譬如說這個消費金額 那formate不用理他 我們去看一下 你發現為什麼每次出現這個formate這個字 那是因為了這個printf 當作按著 然後滑鼠逐漸跌下去 所以你會發現這裡有提示你 它裡面叫formate 我們在教韓式的時候 會根據講究什麼叫做這個參數的傳遞 只是剛好他就提示你說 這個所謂printf 是官方在IO裡面的這個printtriming 這個pickage裡面寫出來的一個方法 然後他的參數有兩個 一個叫做trim 而且後面很多個 前面第一就是最主要的是trim 然後formate 所以formate這個字 跟你剛寫出這個字 提示你這個字一模一樣 你再看一下 出現 所以這個投票打他 就故意打個formate不需要 這個是提示你說這個參數名叫formate 有一點我覺得有點多了 那他就提示給你 給大家就習慣這個寫法槽 不要理他 像這個x也是一樣 可想而知這println 當作設計的時候 第一個參數就是x的意思 那就提示你說他的參數名稱是什麼 好你去看一下看 所以寫消費金額 那我們用的是printlnf 就是格式化寫法 所以你要帶的是格式化那個形態 意思是這個是整數的意思 那大家提示他什麼 無折扣 簡單寫下無折扣就好 無折扣金額 那小幣同學要測一下 我們來服務一下 你再輸入個金額就是低於1萬塊 看他跑到哪裡去 好這邊有 你倒可以輸入一下這個 就是一樣金額 好那大概你如果輸入了大於1萬塊以上的 他應該知道說什麼都是不會發生 就是百千萬 因為你這可能是很明顯 這樣多一堆一個 好那繼續對面就往下做 對潮中式好處在說 如果剛好金額就是一半一半 或是你覺得說反正就是 一個有折扣一個沒折扣 這樣寫法是最容易分辨 那比較不容易發生錯誤 比起承受的時候你就發現說反正結果 比較好做繼續把它做完 那再來就是裡面判斷了 那在潮中式裡面判斷的話 記得就是我們是以最嚴苛的開始做 因為我們是EF 所以如果你把這個松散的結果 最簡單的方式放到上面去 那他可想而知 他就會被這個最簡單的這個判斷給撞走 所以不要記得 最難的是那個 我覺得是10萬盤 狀況最大 所以依序10萬5萬3萬 要做這一個檢查動作 所以cost要大於等於 要包含他 而且大於等於 大於他等於他 所以這斷錯了一點 所以這也是10萬多一個 他們就可以一樣的話 我如果把這個扣比一下 看能夠 湊出什麼支出來 儲備金額這個不用變 但是我們要給他看折扣這些 折扣為多少 然後扣一個金額為多少 所以這裡我們要 扣一個 然後折扣為 幾折 那這個折看起來他應該是 本數 本數 所以每一個 還會低 然後折 接下來是這一個金額為多少 OK 用一個金額為 多少 好那就可以去 等一下 折扣的話 我們就把它寫死 這個是我們說是75折 所以為了說75這兩個字 所以就打75就好了 這樣他就會把這個75 這個數字 配給這個 金額就要算一下 金額 那折數的話就是如果你寫75折 就乘以0.75 所以 而這個寫低 故意說把它變成整數的意思 所以要記得到時候你寫低的話 那你自己就要去把 這一個所謂的 雙層後的結果 我用cost 是整數 但是要乘以這個折口是0.75 那降成下去的結果必定為負點數 因為你乘以一個負點數 那這也寫低 表示說你這個結果呢 最後要呈現是一個整數數字 那小數點就不要了 如果你用長置轉型的方式呢 所以你會長置拿掉 所以被加 那如果你這樣做就只要我有短型了 但是我發現問題 我們是整個金額 轉換成這一個整數 而不是把cost 轉整數 Cost已經整數了不用轉 你這樣做的話最後還是扶點數 那這裡就會爆出 因為你顯示反正低 是意思說我存過低 就是要整數為止 所以我是把整個金額 計算完畢之後 再轉成整數 能符合這個條件 OK好那我們試試看 如果這個對的話 我們就試試看10萬塊以上的坑 那輸出的結果是不是正確的 我們就拿個10萬 10萬 10萬 好那看起來並沒有錯 所以因為你很欺負著吧 那就7萬 這是一個寫法 因為寫法說那我可以不要轉型嗎 那我就直接在這裡改成 點零F 但這樣的話你就是 可以把這個拿掉 那這樣的話就會 四捨五入到各位輸 就不太一樣的結果 如果以為說今天講賽 是神聖你寫的 你寫的 上面說呢 小數點我要敬畏 OK就是要 小數點我要敬畏 就是要多收錢 這個意思 然後現在這樣做 那如果上面說呢 沒關係小數點 比如 就點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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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無所謂 就算去掉 那要寫的是INT轉型 這兩個同學就是看 題目怎麼寫就怎麼做 然後基本上這個就是可以 進位的意思 10萬 那就會有進位的效果 那以後會出現這個對立的 我小數點 因為你點零F 就這樣做 OK 那我們維持整數好了 好嗎 因為維持整數看一下 這樣 剛剛我寄下來 就是你記得 要把整個數字預算後的結果 轉型 你要強制轉型才對 不是把COST的轉型 那是沒有意義的 那這個對其實後面就很快了 因為你一個寫對 他後面就是COPY貼上 你發現其實成人碼就非常的像 像 最嚴苛的第二條就是溫環 可以COPY這一個 按折扣一下 就是859折 OK 所以就要改成85 1.85 那我們就COPY這一個 13萬塊 應該是9折 所以要打9 3.9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的時候 同學記得不要再AEOS衣服了 如果這個所謂多項性的判斷 不管是判斷式 請你最後一個就帶AEOS 如果有反向結果的話 再寫一個AEOS衣服 然後什麼 小於這一個 大於1萬塊之類的 那不需要 因為這裡就判斷式了 所以對我們來講 在這個潮動式裡面 最後一個 你就是不是他 不是他 不是他 那就可能就是這一個 的最後的最終的結果 在這裡落的 落下來 後面就說判斷式 所以這就直接輸出去好了 AEOS 現在不要寫的AEOS 那這就普通這個角 簡單一點 這個是95折 0.95 那麼這就是全部都用WBD 做著一個最後的輸出 就是我不care小數點 因為補點數強制轉成MNT 小數點會被取消掉 就會把它給刪掉的意思 758599 所以從大到小 10萬5萬3萬 最後是1萬塊以上的 換在L4元 那這個判斷式應該就我寫完了 試一下 因為現在沒寫到4HN 所以每次我們都要去做 RUN一次 跑一次 但後面同學要寫到4HN 所以反正就變 就變得更大彈性 你可以輸入很多次 知道你不想測試為止 我們來試一下這個 3萬 1萬9999 我這個級別剛好在落在這裡 3塊在這裡 所以1萬9能回到這個地方 所以才是95折 20百千萬 我寫錯了 大於等於3000 大於等於3萬 那為什麼奇怪 怎麼跑到9折去 3萬才對 這塊錢是3000 所以跑這樣 對 再跑一次 所以2萬9呢 應該是跑到這一個 3萬以下 1萬以上 就是9折的意思 再試一個 就差不多 因為看起來 這個結 除非剛進而寫錯了 好進而寫錯了 那就先說這 9萬9999 那就會落到這個級別 5萬以上 那10萬 10萬以下 185折 水清而回 84 9999 那這就是呢 一個簡單的做法 透過這一個所謂的 一副 做判斷 然後透過這一個 草狀式 透過這一個 所謂的大到小 依序 做這一個檢查 我覺得這個程式有沒有問題 這樣的寫法有沒有問題 好 要提到四號 3萬 我覺得就比較尖 有問題嗎 如果 打個1 有問題 打個2 或是有問題 可以不拿 好 解說 好 那其實呢 給各位看一下 為什麼遠端的部分 在我們的這一個 連結裡面 就帶這個 有個答案上場空間 這個在第一堂課應該會做 新增部落動作嗎 我看同學還沒有見目錄的 好像三號同學是吧 對 找一個三號同學 那老師目錄在這邊了 我是昨天就放解答了 所以如果同學 如果剛好 不是很懂 寫不完 沒關係 你就看了解答 寫過一次 而且他這個Package Package裡面 因為老師剛好的這一個 所謂的目錄 Package 我建一個目錄 其實老師會在原端 也產生一個新的 這邊 Package 所以你發現老師給就是 Package 都過去 換Package 所以雲端老師會放解答 這個地方可以放解答 方便你解釋 所以如果你發現 為什麼這個目錄Package 是因為 老師Package叫Package 所以拿去用的時候 記得 除非你跟老師的這個Package 一樣 不然就請你改動一下 因為主要是看內容 然後就看你的指示 這碼內容 然後就第一個 那裡面的部分 不會是手錄 安天就直接 就把這個所謂的手錄點去掉 同學可以測試一下 好這邊的話 你發現老師直接放進去 所以你 你可以分 寫去二三四五 不用 因為老師是直接 從我的這個 因為等於寫 同學寫程式應該會在這裡做 所以你就跟老師這樣就好 你產生一個類似這樣的目錄 然後就把這目錄的整個丟上去就行了 所以老師是把目錄丟上來 同學這樣寫也可以 我看同學寫得也不錯 有幾個 我記得二號同學吧 這樣可以 他連第四章第一個 第一題都寫完畢了 這樣OK 小時候去看一下你們大概寫的怎麼樣 然後 那些同學沒有給老師就不點去看了 所以 趁同學還 知道怎麼寫這個 所以時間還在 還在 太早 同學們請你把他補齊 那有些同學沒有見的 少同學是已經 不知道還在不在 如果在的話你要舉個手 那記得見的目錄喔 寫好 所以老師一定會放進去 所以你只要啃寫 你一定會把它寫完 這就解答去 那 雲端 DHub 老師也會傳一份 因為這裡放上去的時候 老師表示老師已經傳到這個雲端去了 所以你看雲端也有 跨歷史的目錄就是 老師就寫練習題 老師可以理解嗎 等一下同學要見一下 老師怎麼寫真資料夾 什麼意思 就是檔案上傳區 因為我還沒有 這個很簡單 就是因為這個上傳區 它是 公開的 你是幾號同學 哈囉 同學你幾號同學 我30號 30號 OK所以你沒有鍵 所以你這裡 呃 這裡老師有連結對吧 你就Copy一下 然後找這個瀏覽器打開 貼上去 到這邊來 你就按右鍵 新增資料夾 就寫你的這個學號跟名字 OK之後呢 就像同學一樣 譬如說 我們用哥同學做翻譯 你就打開它 欸看到了 應該是空的 因為它 應該以它的鍵嘛 是空的 成功之後你就把你這一個繩子碼 往上放就好 放就行了 這沒有什麼特別的 就像這樣 老師 這樣就拿到這裡 老師老師練習目錄 我就把整個目錄呢 往上一扔 放上去 就上傳了 所以你可以傳單一個檔案 你可以把整個這一個 你的Package丟上去 都可以 這樣這時候同學可以理解嗎 是 是 你寫不出來 你會看老師程式碼不是嗎 對 那你就看一下差別在哪邊 去測試它 當然 你說到最後的結果 如果真的找了很久 找了一小時 找不到 老師會建議說 你就一行一行跟老師一樣照寫 對那我不建議說 你就從頭到尾 就從頭抄到尾 那其實抄到尾就是 就只是在重複寫一次 那其實你不會跌下 你要去揣說 為什麼我的輸出 老師輸出是對 輸出錯了 一定裡面有一定不一樣的地方 不是嗎 對就是辨別它哪裡不一樣 這樣你就會進步 就找到問題 這需要一點時間了 所以 因為我們 每天都上課 所以可能會 時間比較緊迫 沒關係 就是下課 課後的時候 晚上時間 盡可能做練習 好不好 好 那 沒問題我們繼續往下 那推翻說其實這個練習題啊 剛做這一題 不是練習題 剛做這一題 有點詭異 不是詭異 就是有點怪怪的 如果同學覺得說奇怪 誰 但是如果寫成這樣子的話 你會覺得很 很不好玩 什麼叫不好玩 感覺層次碼都好像好像 那我不 我不能夠去更改這個嗎 更改這個寫法嗎 其實這個寫法有點貓勵 就去 今天假設 如果你喜歡變 你也交界 你覺得不錯啊 都成功了 但是如果今天題目說 消費金額要改一下 就要改成總消費金額 比如今天 你是太棒城市的人 OK他說上面說不行 你這消費金額要改一下 或是什麼 某某公司 什麼消費金額 折後尾 折什麼的 折要寫什麼 不同的文字輸出 或者金額為多少 要變成福點數 你說很簡單 我知道啊 就這樣子啊 Copy這個 那就 貼貼貼 上幣之後呢 再把這個改成 點名F 你說要變成福點數 要四色無路了 變這樣 OK 那就把這改掉 你改就不打緊喔 你發現你改了每一個 你每一個都要Copy貼上 同學再 修改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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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其實就在這次讓你做完了 下一次又要改的時候 你又是改第三次第四次 你每改一次不是說改完必須 直接丟 丟給你交界了 不行 你要測試 所以老實剛講 我小寫一個字就是有錯 其實假設這次是你寫完蛋了 你沒有測試 你就把這一個所謂的程式丟上去 真的去做這個實際的運用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漏洞擺出 而且可能會發生一些不可挽回的效果 這個所謂的結果 所以基於這原理呢 這個寫法並不那麼好 一個原因 一個原因在說 他的寫法基本上是很像很像的 要思考一下說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會把這個輸出 放在一起 你放在最後面 不像這樣 如果都一樣的話 我不能放最後面 統一輸出嗎 一定可以的 因為基本上這裡都長一樣 都長一樣 只差別在說 這一個折扣 這個不一樣 那這個是可以被提出來使用的 因為你發現這75 0.75 這兩個都是一樣的意思 像這個數字 簡單講75除100就是0.75了 這個除100就是0.9了 就如果可以的話 就把這個所謂的折扣這個 會變動的這個因素呢 把它變成一個變數 放在外部 然後透過這一個變數的變動 這每一個比如說現在是10萬塊好了 就把這一個所謂的 折扣變成這個75折 5萬塊變85折 然後3萬塊變9折 然後其他變成95折 什麼都成功 我就吃這個變數 然後輸出值就行了 因為這兩個值 其實基本上是來 就統一個理念的 就是這個75折 分成1.75 是因為75折 的關係 所以75除100 就會變成1.75 好基於最原理我們修改一下 我們把這個呢 恢復成原本樣子 老師給個新的 這個是第1版本 然後我自己 你可以Ctrl C Ctrl V 布置一個符字 那在布置的話 它預設是Copy 改一下名字 就理念它一下 延伸的延伸的做法 所以寫一個 這個底線1 所以這個程式的命名啊 你不能這樣寫喔 那你這個所謂的程式可以正確 而且是1-1 但是你在這裡開始命名的時候 就變數命名的時候 你都可以在這1-1 這樣會錯 沒有這1-1的寫法 所以這裡所謂的這個檔案是可以過 但是你這個class過不了 就是命名方式不正確 命名方式等同變數命名一樣 你可以帶底線 你可以帶這個前鋒 但是你就不可以帶這個1-1 所以這個不行 就再改一次 所以最好的計劃就是呢 要嘛就是 帶底線最好 H4 底線2 底線1 這是標準的命名方式 就是 第2章的再延伸一個練習的意思 這就同樣叫改對 1-1的話 你會發現錯 因為你的class名稱 跟你答案名稱不一樣 所以要帶一個底線 符合這一個所謂命名的規則 那其實就不會不好錯了 特別注意到 然後另外你的假設你忘記寫這個 所以我就是直接copy這個scan 對不對 那總會有錯 總會很弱 OK 你過去看一下 scaner can not be reserved 就是找不到這個東西 只有quick face 你可以點這個 哦原來忘記這個 誰就知道原來這個要impro進來 你可以用quick face 你可以自己寫下 我的有清了體裡面 這個scaner 如果錯了就停頓一下看一下 一般來說有些簡單的修復 動量你可以選擇 好 那記憶最原理呢 我先把這個給移出來 所以移出來之後你發現 其實有問題在 這個到底是怎麼去宣告 所以這個也要變成變數了 因為變數才能夠 去更改值 然後隨著你不同的判斷是 把變數值做修正 就達到我們的結果 所以呢 隨便成這個變數 那變數呢 因為我們是以折扣為主 因為0.75可以變成75 所以我們以這個0.75 當作我們的這個宣告 所以它是一個 所以對應的float 所以你寫的float 或是double都寫 所以寫double好 那就不用寫一個這個對應的 更簡單一點 double 我一次看好了 dsc 哦原來 好 好 那預設哪一則呢 這個其實預設 詞就沒有規定 你可以寫1 1則就是不打折的意思 所以要寫1 1.0 1.0 預設為1則 就是不打折 就是你整個所有金額乘以1 還是1嘛 ok 所以預設為1 一些0 ok可以過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依序呢 把這個對應的折扣呢 這都不要了 你看全部刪掉 全部刪掉都不需要了 統一呢 以這個當作最後的輸出 因為判斷是最後最後 可以到這裡來 好 然後就來依序把這 scown的顯像 所以在10萬的這個級別裡面呢 同學 1.75嘛 對 1.75 所以如果你用Float的話 記得這裡要帶F F 比如說Float 比如說這折扣數很小啊 那種Double這樣也太過浪費 也對啦 所以大家記得 如果有這樣看的話 記得 F要用戴 好 好 那一直在推 就在裡面改一下折扣 這折扣呢 這是0. 應該是85折嗎 0.85 0.85你可以寫 0.85也可以 這樣可以過 就是Selid這個0 OK 就一個 Discount 這是0.9 對 那最後一個就是折扣數 就是那一個 Discount 等於這一個就是1.95 那這樣的原理好處在說 我只要呢 如果今天折扣改變了 我就要改這個折扣數 比如今天假設你要跳到拍賣 OK 10萬塊以上 六五折 就可以透過改變這個對應的變數的值 做修正 改變比較少 那錯誤就比較小 OK 好那就可以看這邊了 那Cost不用變 因為Cost就是你的消費金額嘛 這邊折扣多少 你要變動一下 因為這折扣是寫0.75 就是你直接把這個code Discount放下來 放這邊 一個形態會錯誤 他是B 你是F 你是Float 第二個 折扣只要讓你過好了 0.95折 這很快 應該是95折吧 所以我們這要把他 故意把他乘以100 所以把他乘以100 強制乘以100 所以100之後 Discount還是 Float 不要忘記了 還是會變成95.0 這是D 還是不行 我隨便改成.0F 那今天會 會是時候我覺得不好 所以我們就強制把你管成INT好了 強制 因為最後輸出結果他是INT 他這個結果呢 好 接下來這個就 這就寫完 就把智康節就寫好 復活這個條件 剛好呢 這也是INT 做轉型的動作 對我們看看轉圖 就是第一個 COST 折扣呢是因為寫0.多 0.7 0.85 0.9 0.95 所以這數數95 8575的時候呢 你需要去乘以100 才會出現正確的那個顯示的數字 不然會這個數字會非常特別 OK那因為我們是補典數 所以借INT轉型才會成功 接下來呢金額我們又不用弄到他的寫法 只是把這個Discount 給送進去 原本寫死這0.75 0.85 這個部分 轉身以這個Discount來做 OK那我們看一下輸出的話跟這個是不是一樣的 這個是 剛顯示9999 那85是84999 我們看一下這支援對不對 99000的話會在這一個5萬級別跟10萬之內 這支援清換 他是9999你發現 正確喔 就是你剛剛 寫了這麼多Blinger 這是剛剛的版本 這是目前的版本 那這版本好維護多了 比如說你要改什麼 總消費金額啊 或消費金額 或消費金隨便你 都可以任意改這個文字 好處再來說你改一個 那全部都改完了 你就不用像上次剛剛那個程式碼 每一個你沒到很大 市場非常的仔細 或是說你現在45路了改這就行了 再來一個這個點零F 45路到各位數 這時候你就可以把這個解開來 那好處在說 你就可以收到那一個所謂的小數點 到這個1位的時候呢 如果是到5以上的 0.5以上的 都會進位到各位數 外面這樣做法 我們再測一看看 然後我們再看一個 我們說速度也 1萬以下的 99 但是5折扣是最重要的 再一個 1萬 就是95折 唯一比較特別在於說這個 3萬塊會比較特別一點 那3萬塊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我們來個3萬 錢 會寫成90折了 發生沒有辦法 因為為了統一的話 這個折扣呢 就是要乘100就變成這樣 就會這樣這是 呃 寫在一起會有一些小小的小小的缺點 在輸出的時候可能為了去 讓他一致化 所以變成有些東西要去 小小的妥協他一下 90折扣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就是 基本上這樣的好處 會優於這個好處太多了 所以這個部分呢 是可以去做 可以接受的 可以接受 好 同學這個程式看得懂嗎 這個寫法 那對 這個20號同學不錯 馬上很敏感 沒錯 好 30號同學請說 有點小聲了 好 那我移動一下 我的麥克風 這樣聲音有沒有大聲一點 90折的問題可以加判斷是嗎 除以10等於0的時候呢 就除以10吧 其實一定可以做的 你可以說特別判斷說 這裡的輸出的時候 針對這個90折的 這裡做一個判斷式 我覺得可以 你們可以發揮創意試試看 但我對老實來講呢 我覺得這不太需要去 做特別的改動了 因為這樣的話其實 會符合大部分的結果 就同學可以試試看 你可以你們可以試 多測試一下 對沒錯 所以這個寫法就是呢 你可以透過這個 去做這一個所謂的變動 好聲音好多太好了 對你說這個是好處就是 其實一般程式寫法會以這個邏輯 比較多一點點 剛那個邏輯有點像是就是 你看你剛開始在學的時候 你可能就是比較 呃 沒有辦法那麼快的去辨識說 原來可以這樣做 那當然你寫到一個程度 你想說 這程式寫法怎麼好像好像 好像都是一模一樣 就蓋了一個這個字 你就開始慢慢想說 那我能不能 把它統一化 放在外部 其實可以的 就可以慢慢去 去思考它 然後去更改它 所以如果一開始沒這個寫法 沒有關係 你就照這個寫就好 然後就變成有這個寫法的時候 你就想一下 原來這些寫法更加的彈性 因為第一個改 則數很簡單 就這裡改就好了 而且回到這裡你發現說 我改則數要找一下 這 OK我知道 6折 一改 這個也要改一下 就是你改前面 忘了改後面 那完蛋了 為什麼 你的折扣有寫對 但是你的預算是沒有寫對 到時候在這身上交的時候 如果折扣一多 你一定會漏掉一個 你就改了這個改了這個 改了這個 可能忘了改這一個 那這其實你會發現你改的東西 每次都要測好多次好多次 才能夠確定說它沒有問題 那你會發現實際就過去了 就因為這個原因 我們希望把統一的變因素 就是會變動的數 把它變成變數 方便控管 你要會錯 那就可能這裡寫錯而已 這裡寫錯 這裡寫錯 那可以改它就好 那這裡只要文字不要變動到 你測過一次基本上就不會這樣改它了 除非你改文字 改文字 那後面就是要改這個 那就可以了 對變因素越好 變因素表示說你的程式 最容易維護 那不容易出錯的程式 但是比較強固 那你就可以早點下班 那就不用一直加班 然後每次一直改這個程式 越來越改越累 所以程式就是 盡量養成這一個 想法 同學們做一下好了 如果這題還沒做完的話 如果你做成這個樣子 其實你試著 產生一個新的 把它改成這個樣子 感受它一下這個編輯性 那同學錄裏做完畢的話 你可以想一下 像如同學同學所說的 如果我90則要特別提出寫9則 那怎麼做比較好 同學可以試試看 好我們同學練習一下 好那老師就放這邊 因為那時候是為了鏡頭 所以擺得比較遠一點 那這樣可以放這裡 好同學我們練習個5分鐘好不好 5分鐘之後我們再繼續往下走 因為這題我是覺得蠻重要的 請你多方測試一下 多方寫一下 那.0F或RID都試試看 看它的變動性產品在哪邊 有些東西同意要測一下 你可以直接測數字 比如說你當你有沒有鏡位 OK你就可以把這個寫一寫 你寫個點5看有沒有鏡位 那改成INT 看它發生什麼事情 OK 你這樣之類的 就可以去測試它 要把它記下來 好同學練習一下 那我們5分鐘後呢 再往下繼續走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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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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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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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整個經過整數如果你先不看IMT好了 就這樣子 這樣會變多少 如果是以第一個來看的話 你覺得它會變多少 像這樣長程 如果是0.75 乘以100 它會變成 0.75 才100了嗎 就75 七十五 七十五而已嗎 再確定一下 而已嗎 有沒有掃什麼東西 它是浮點數啊 浮點數相乘 還是會變什麼 你是說它還是浮點數 沒錯 正確 它是浮點數 所以你0.75 乘以100 會變成75.0 這樣理解嗎 所以因為75.0的話 如果你說我要強制把它變成就這樣 變成折扣為75.0折 那就很詭異 所以因為這個原因呢 我會把它變成75折 所以這個第一個 但是之後會被整數嗎 對吧 對 所以這你要記得 就是因為它是浮點數 為了符合這一個所謂整數的條件 但是也要變成 最後是變成整數的形態 那你就得把這個整個結果 把這個所謂的75.0的結果呢 轉成整數 所以整個框起來 直接把它 就是它其實還是浮點數的格式 要把它轉成整數 對對對 就是因為輸出的格式是要整數嘛 不是因為說這樣轉才會去算出對的折扣 跟折扣無關 只是為了輸出正確的折扣那個文字而已 這樣子 那 對對對 我是要確定一下 那 假如說我也希望 就是 呃成完Discord之後 Discord成完Discord之後 應該 它也是 呃 就是說 就是 對 最後面Cost乘以Discord應該也是出來也是浮點數 正確 那 所以 是 哦 就是 所以我也可以再對它取一次整數 對不對 可以 你可以把它變成 這樣 或 或是 嗯 老師問你好了 這變成表面的D好了 這怎麼做 如果我改成D囉 這應該怎麼做 這也是浮點數你知道嗎 對對對 這裡是浮點數 那這D就 現在不符合嘛 你會報錯對不對 對 那這不能改 那這要怎麼改 我怎麼把它變成整數 哦 其實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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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的選擇性的問題 因為 因為 刮INT呢 它會是 它會就是把小數點取消掉 就是你 99.9999 那個點9999 會不見 嗯 整數嘛 所以這寫法就是 你會把後面的強制的小數點 全部拉掉 那你要記得上座的話 你要記得跟上面寫法 全面寫法一模一樣 你要去強制轉型 轉型是整個 上層後的結果 是寫法 哦 那這寫法如果你覺得說 小數點我要留著 我要四十五路 那當然最好就是點零F 看到整數 但是呢 要把他四十五路 那好處在說 第一個這樣就成功了 第二個你這就不用做轉型了 哦哦對四十五路本身 哦哦對 嗯 好了解 好OK 好的那我們 好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不會不會 OK 好那我們去往下 這就是呢 透過這個練習題呢 他就會知道 這個寫法會優於上面那個寫法 就是你要找出一個關鍵的這個 變數 做宣告 那就可以把蛇字馬寫得更加的簡潔 那我看一下Switch 那其實判斷式裡面 Switch是 跟一幅翻譯式非常相像 它是個選擇敘述的判斷 它比較特別在說 它可以透過運算式做判斷 有判斷式呢 只能以服一個變數 是真跟假或是以服這個值 大概等於多少 做判斷 但是Switch呢 除了以變數的值做判斷之外 就跟一幅很像 它多了一個運算式的判斷 那它一個結構 叫SwitchCase 跟Breaker 跟Default這個結構 Switch做切換 Case呢 按照你切換的結果呢 做這個所謂的每一個區段的 這個所謂Case的轉換 Breaker呢是跳出這個Case Default呢是假設 在這個裡面都沒有出現 任何你想要的這個結果 就像是我們的If 最後的Else OK 就在Default裡面去了 那變數它其實有一個 有一個限制的 不是無限制的 它只能整數 試算或支援 就是你在放進去這個運算式的 判斷式的時候 像這個 它只能 這個所謂整數 只算支援 所以不能放布林變數 所以BiteChargeShortIntStream 影量都可以用 那如果你看它怎麼一頭霧水 其實它不用擔心它 其實基本上 我們用到整數的時候 非常多 就是判斷一個數值 它歸於哪個區間 它是屬於哪個範圍的 那基本上整數用的地方非常多 OK 判決構想 要清楚一點 一個Switch呢 一旦先寫Switch 這就是那個所謂的 切換開關的意思 小掛之後呢 接變數或運算式 它可以是整數 它可以是BiteShort OK都可以用變數 變數做切換動作 AX運算式 你可以什麼3加5 A加B 放這邊都可以 你說A加B的結果是多少 OK 我想做什麼判斷式 所以除了EF之外 這是另外一個選擇 OK Switch呢工作 請你可以主動大功號 報復它 裡面每個Case呢 就像你的判斷式一樣 假設你寫EF 這個A加B 然後這個 等於等於10的時候 做什麼事情 這個10 就放在Case這裡來 那等於20的時候 做什麼事情 寫在這裡來 Insulate 所以Case這個Value 有一點像是 判斷是你們要判斷 那個10的多少 那這個就有像是 你要判斷的東西 放這裡來 所以跟EVANET 其實非常相像 所以有些人會常用 不用Switch 那Switch 有它的一些小小的優點 看看優點是什麼 所以我們現在看 所以透過SwitchCase的轉換呢 那它可以達到你的 這個跟判斷式很像的這個結果 但是每一個 同樣記得要接Break Break就是呢 這個判斷式一旦成真 它就離開這個 所謂對應的這個 Switch的判斷式了 一旦成真 就離開 因為像是我們EF EOSEF那種感覺 一個成真之後 它就離開了 你不寫Break 它就會往下一直跑 就像你少寫的 EOS一樣 就一直往下判斷 還是成立的 就要走 所以發現 如果你不寫Break的話 你發現很多結果可能會很雷同 那要導致什麼 承受板或Bug 所以不然來講呢 正常的寫法 是每一個Case 就一個Break 每一個Case就一個Break 那它可以在這裡做完畢竟 就離開這個Switch 離開這個Switch 大部分會這樣做 有時候會故意把它拿掉 OK 那最後最後呢 就是Default了 就像EOS一樣 我們的多項判斷 IfEOS IfEOS就是EOS Default就是呢 如果不是它 不是它 不是它 那請你跑自己來 做你想做的事情 那這Default硬放最後一個 它只能最後放最後一個 不能放前面 所以它不需要Break 因為沒有後面 後面沒有判斷式的 所以就不需要Break 所以我們整個來說就是Switch 放進去你的變數 或是你要去判斷的運算式 然後呢 左刀掛包含它一下 Case Value CaseValue 記得叫Break 然後就出Default 是最後判斷 好我們看這個範例 這個 假設你要寫一個類似做選戰的選項呢 一般來說有些會用這樣做 就透過這個傳統的寫法 就是來一個變數 然後透過這個所謂的Choice 變動Switch Choice OK 然後Case1的時候呢 你要做什麼事情 OK這裡可以寫 然後Case2做什麼事情 你直接可以做 那Case3的時候做什麼事情呢 你可以這樣寫 那Default呢就是你選擇不對的時候 你要跟它做個警告嘛 比如說你寫它 只有1 2 3 你選到4 你寫的-1 那都不行 所以Default一下 讓它去做對應的輸出的Case 這是一個SwitchCase的一個簡單的寫法 那同學說這寫法好像跟我們這一個 一幅很像 其實很像很像沒有錯了 所以有時候這個部分呢 老實用SwitchCase的機率也非常的低 除非必要的時候呢 才會用這個地方 因為其實在我們的這個 分斷式裡面就可以做到 同等的事情 我們來寫一下 你是不是 如果假設呢 你有一個這個Choice 選項 一般回家寫法 一幅Choice 就是選擇好了 等一等一等一的說 比如說你選擇了什麼 這是一個寫法 就是換成我們的SwitchCase 你要這樣做 Switch 接你這個變數的名字 就是你用判斷Choice 寫進去 然後Case看一下 Case按照你要判斷式 你發現少寫了什麼 少寫這個判斷式 就可以用這個 1啊2啊3做切換 但最終呢要記得 每一個呢要Break它一下 記得要Break 就像是Else衣服一樣 Else衣服 接下一個 對還是它有剪接的地方在 你發現其實這個寫法 你每次都要寫Choice Choice 就很累 真的2 但是在SwitchCase裡面 你發現你就很簡單 你就寫一個Case就好 比如Case Cho Break 像這樣的概念 好你這樣 你就可以輸出這個 每一個輸出啊 寫在這裡面 寫在這裡面 1 2 這個Default一下 Default一下 像你的Else一樣 上面是Else 比如說你輸入錯誤 比如說只有兩個選項可以輸入 結果你給我這個地震的選項 OK 就可以寫輸入錯誤給你看 那這裡的話呢 你要特別注意到 我們在這裡的話要寫Default 預設 你沒有寫Default 例如不是1不是2 那什麼結果都不會出現 就使用者不知道說 它發生什麼事情了 就像你沒有寫Else的感覺 一模一樣 那最後寫啊 比如說一樣輸入錯誤 一模一樣 好那我們看一下簡潔度 如果你硬要去比較它的簡潔度的話 當然下面這個簡潔度好 比較多了 如果再多個判斷式 比如說你有10個判斷式的話 這個寫法會比較容易去判斷 不用去閱讀它 這第一個 會比較好去做這個控制 那你發現那些很多Choice啊 Choice 這都不需要 透過Choice做切換 1 2 有3 有4 有5 就很快可以輸出 就像我們的折扣感覺很像 OK 那我們看一下結果 那看是不是都這樣子 假設你是Choice1的時候 這是有分算式 這是屬於去Case的反斷式 他也給我 好你出現這個 欸一個1 看一下哈 這被吃掉了 對了 我說這個輸出會被吃掉 嗯兩個1 沒錯這是第一個這裡的 這這裡的 所以這兩個是等價的 就可以 假設我輸入錯誤了 我們試試看 看這個地方會啟動 那把這個寫成3 我寫你的-1好了 可是你 只要你寫1 2 你只要你寫-1 OK就是你不一樣做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 有沒有輸入錯誤 那假設有把這個拿掉 同學教授其實大概就沒有了 就跟你的AOS拿掉是一樣的道理 就不會出現那個最後的錯誤 就是你 就是AOS的感覺 就是 就是判斷是裡面的同學記得 AOS一定要帶一下 不管如何呢 反向結果你要思考一下 因為你不寫的話 你神聖馬就是有可能會發生 這個判斷是以外的結果 就如同這個所謂的 switch case一模一樣這樣做 那除了剛剛說 這個優點之外 你發現這個看起來好像比較簡潔 就是看起來格式化比較漂亮 這第一點 第二點如果認為說 1跟2是在一起的 就這樣寫 不會很難掉 這次bug也是一個選擇 就說假設說我覺得1、2呢 它就應該在一起 好 會這樣做 1、2對吧 好 那我們試試看 今天假設你輸入1跟2的話 就錯誤了 那次給個1 把B的breaker拿掉 那它會怎麼做呢 看結果一下 1、2 這個 注意它 有點像是呢 你忘記把這裡關起來 導致1成功之後 它一直往下跑 它不管有沒有2 是不是2 因為你沒有breaker 它把這個也做輸出了 所以其實你寫的是1 那也沒有用 因為你沒有breaker 它現在還是做 做到什麼程度 什麼是停止呢 做到遇到breaker為止停止 它常會去做停止動作 所以一般不會這樣做 一般都會去好好的把它寫好 這樣 那什麼時候會這樣做呢 我看一個case 如果今天假設是這樣子呢 我們用scanner一下 我們來一個詢問它一下 說是否繼續 yes or no 變成pre-f 如果你在做一個選單 然後可能每次都是不同的循環 可以問它說到底要不要繼續 ok 我是用這一個sync 然後用這個scanner 所以你用sync去開始可以這樣寫 sync去 後來choice1 那同學是自竄哦 自竄哦 所以要case比對是自竄比對 可以用這個小寫 y 輸出 好 然後又寫defore就好 非歸的詞呢 用defore 輸出 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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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sync 我透過switch case呢 做這個判斷式 那上面這先不管它們看下面這個 看它會發生什麼事情 它會卡在這裡嘛對不對 做輸出 然後是我繼續問你 然後我們用這個choice 跟nest nest是包含的這個 出入有正確的值 它才會停住 所以我們先去判斷小寫的why 好是我繼續 用小寫的why試試看 好選擇繼續 那你說那這樣寫 跟判斷是怎麼不一樣呢 如果先講是同意這樣講 如果再多一個case 在一起哦 這樣 換句話 這句話說呢 這一個所謂的大小寫的why呢 都在我的這一個範疇裡面去 有點像是偶爾的感覺 衣服這一個choice 像假設以範斜式來看 會這樣寫 假設 thechoice 等於等於 要eco的 不用等於有一個eco 記得eco eco是比對這一個 所謂的自串的詞 是我正確 等於等於是筆串 它的所謂的記憶體位置正確衣服 自串 別忘記了 是eco 要這樣寫 eco是這一個why 然後or choice eco 這個why 出錯 這個字 好 來出錯 choice1 不是choice choice是整數 沒有辦法報錯 是choice1 choice1 那我出錯繼續 這也會等價 那很多時候呢 會這樣寫就是 如果case很多 那一般來說case一樣的部分 老師會這樣做就是呢 大小學的why 我都覺得它是繼續 所以如果不這樣做的話呢 你按大學的why 會有問題 他會選擇是不繼續 所以一般來說 其實在我們在選擇這個 所謂的yes or no 有些人會習慣按大學 就是按小學 那我不管 統一說你的小學大學呢 對我來說都是選擇繼續的意思 所以你可以這樣做 你可以這樣做 所以假設你把這個拉掉 你會發現可能就知道說 你大學的why 是不會去做這個檢視的 我先把這個註解掉 非常張對不對 我先把這個註解一下 不知道最簡單的 我看大學的why 會不會被刺掉 像是把它拉掉了 假設我寫大學的why 結束 這時候我說不對 大學的why要進來 所以我把兩個case在一起 再試一次 繼續 所以這裡有啟動到 兩個都刺到 那換句話說 你有很多的話 你可以一直寫下去 可以一直 對你可以下去 有點像是 去 去彌補這一個寫法 應該說去 跟寫法做比對的話 你發現 真的寫很多all 再去all下去 all choice one 點 equals 什麼什麼之類的 那這個寫法 這個但經典很多 所以我們兩個都看一下 兩個都看是不是都會 好到我們的要求 但選擇哪一個 沒有老師 沒有說一定要選哪一個了 一般來說 老師會以這個比較多一點 因為它其實 行數比較少一點 除非這所謂的選擇太多太多 多到說我需要去管理它 那我以這個做 我會以這個來做 我一般來說 如果是單向的判斷 沒有幾個的話 判斷是還是比較簡潔一點 這兩個都是一樣的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長到 這是成立的 有成立的 所以特別注意這個 switch case 第一個 寫法的話 一般傳統寫法 比對一下你會發現說 其實這個寫法會比較好去做 這一個檢查動作 那每個case底下 已經要在break break 沒有break 它就一路往下跑 你發現這個選擇就不會正確 所以break其實是要帶一下的 每一個都是自己獨立的一個區塊的檢查 那default的這個 所以有沒有的話 就等同你else有沒有 你有寫 那你就有保佑 那就是說最後的結果 最起碼你是抓得到的 這個就是無錯誤 第二點 第二點呢 在做這個所謂的 over判斷式 你會這樣寫 那在case你可以這樣做 把兩個case寫在一起 他就會把這兩個 當作同一個判斷 直到遇到break結束 才會輸出這個最終結果 所以break就是在做 停止用的部分 好 所以去 所以可以大概長這樣子 那同學可以理解嗎 大概使用的場合 跟這個司機 Switch case的部分 同學可以了解嗎 Hello同學們 好 老師忘了把這個 有電視的往下挪 因為同學沒有回覆 好 同學們寫一下 我們先稍事修一下 現在是10點08分 我們到10點18分回來 那水利case呢 基本上 可以透過這一個 所謂的 以回座取代了 所以大家可以去這個 穿插使用它 只在於說 你如果是這種判斷 試的話很多 所以你盡量試的系列看 因為這是比較特別 因為在 像同學會不會學習新的語言的話 開場是沒有這個特性 它就有意思 不是 不是 二校同學嗎 你們先關一下 好 那我們10點18分回來 那二校同學你請說 好 有問題嗎 問題可以 問題可以 二 太接近了 老師你可以幫我看一下 我這個不知道哪裡有錯 好 沒問題 那同學呢 先稍事休息 我們18分回來 OK同學你欠畫面 要是看一下 可以看得到吗 没有 你没有切好 画面还是老师的 可以看到吗 可以 我这个else这里 你不知会出现问题 你这个应该是解过的问题 你先把else拿掉 先剪下来 else剪下来 else剪下来 剪下来了吗 整个else剪下来 整个else 整个else区论剪下来 好 剪下 OK 所以跟else无关 你看你剪下还是错 所以往上score一下 我是看整个结构 小一点缩小 把下面那个拉掉 那个擦擦擦掉 留下小 对对那个擦掉 只留下那个层次码就好 好 我去看一下 你 你区段是不是有写错 看一下 你Ctrl S一下 还是看一下 你储存一下 你储存了吗 我储存了 好 我看一下 if lc lc 你把最后一个这个 关号拿掉 倒数第二个 input上面的关号 input上面 对这个 过了 好 过了 你多一个右刮 你是你对照一下 有没有 左边有多一个 右边一个 你多了一个 OK 好 等一下 然后呢 你自己打 看 生育 lc 多一个lc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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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瓜不要了 小瓜不要 瓜不要了 就else就好 对 Ctrl S 好了 就跟你讲 我知道为什么 你这样子 判断是 你没有 没有写好 if lc 你这个 在最上面 那个if cost 带等一万 这边 12行 先停一下 12行 在这里 这里判断是 你是整个连接 到这一个 所谓的消费金 二十四档结束嘛 对不对 对 所以 二十前面 扫一个 二七档前面 扫一个 右大刮 这里 右上刮 看一下哦 你储存一下 我说看一下 有什么怪怪的 好 这样好了 你把二七 跟二三十行 再扣掉 删掉 二七到三十行 删掉 Ctrl S 就准了 OK OK 在第一 看一下 这个是这里 这个是这里 host 等一下 等东西一下 老师看到了 你看哦 你看哦 你就是 你在十三行 少一个左光号 你发现 十三行 这边少一个左光号 不是 这边 对对对对对对 你少了他 所以包覆不对 一个左就好 又拉掉 对 这样结果才正确 你发现就正确 我黄色都出现了 好 慢慢步哦 这个是谁 你知道吗 二十八是谁的 是不是十二的 哎 你太快了 重来重来重来 不行不行 你这样太快快 重来 减掉 删掉 刚那个都不要 对 先确定一下 二十八是谁的 二十八 二十八是谁的 就你是看起来是谁的 应该是这一行 哎 你刚那个跑去哪里 不不不不 你刚那个总不见了 括号呢 你把三了 对 对对对 你看你一直在二十七这里 你一直二十七 你注意看他是 十二行 十二行这个 括号是不是亮起来了 对 是整个 是刚才一组的 对对 对 那你发现哦 你的第五行 是不是少一个 红色的左包出现了 第五行是红色的 第五行 这是结束的 对 多一个右包 OK 好 不要动哦 这时候你发现 十二到二十七 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区块 是的 对 这时候你把你刚刚程式码贴上去 EOS贴上去 那一贴的话又错了 表示你这里又多一个 二八多一个 多一个左 多一个左 对啊 因为左包只能一个啊 你刚刚两个左包号啊 黏在一起了 你发现吗 可是这一个 这个整个程式是从上面四支的这边 Copy过来 我只修改这一 你少call了啦 你一定 像你刚刚过来 那个十二行无所会少一个左包号呢 如果你用call的话 原本程式对的话 你为什么十二行会少一个左 不对不对 你十二行少一个左 就是不正确的 所以原本你就有错 如果你是用call的话 表示原本就有错 你controlls一下 你先是对的 存存 好 我再run一下 看一看 你存存看 为什么他没有格式化 你要把其他改掉哦 你的这一个 这个四支三啊 Yes Ex1啊 这个都有错 红色这是错 你要把错改掉 才能够去运行哦 理解吗 OK 好 这里没有错了 但是没有抽完抽 所以你要记得区块啊 你要看清楚 就左一个右一个 左一个右一个 你就不能少 那这里把格式化一下 好 好 OK 好 试试看哦 对 对 那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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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直接 修行 放 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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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选的是优待票 OK 85折 就是250乘以85折 OK 虽然这个交给他 那如果选的是这个禁鸟票呢 就是优待票再打8折 就85折再8折的意思 如果选的是禁鸟票 如果选的是招堂票 那跟禁鸟票的价格是一致的 所以两个如果是以Case来看 两个会绑在一起的意思 就是大家去想想看 就把它绑定在一起 那怎么选择呢 就按照1、2、3、4 1、2、3、4 然后选择票价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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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按照使用的时候选择的票价呢 请给他金额的部分 同时请用SwitchCase部分 来做这一个所谓的输出 同时知道这个理解吗 题目部分 可以哦 那就用SwitchCase试试看咯 谢谢看 就把它记下来 好 那同学们做一下 做完B的话呢 就请你打个In 看一下 请不吝点赞 不吝点赞 一下子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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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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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同學們寫的如何 我同學寫完了嗎 還沒OK好那同學做一下好那同學要打個藝老師確認一下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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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NT 好 再說對然後回到下面第二十 看一下 在二十四 二十五這裡 二十五 對這邊貼上去 貼剛剛層次嗎 剛卡下來那個 好 那就這裡問題啊 看一下 你那個二十五是 左大光沒錯吧 你的這一個 二十六看一下二十六 為什麼會有錯 衣服 他不影響到二十五行的錯誤啊奇怪 你那個後面有寫完嗎 你那個Print不寫對啊 你的Print為什麼後面會多一個這個 5號 這個最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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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有那個雙引號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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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七最後 二七的最後為什麼會有個雙引號 對這個不需要這個這個就多一個這個 好過了可以了 好 那你要把四十六改正了一十六有錯的樣子 我有問題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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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的那個 但是你還是有錯啊 我看你程式馬 好像還是有錯 就是你其他部分程式馬要修正一下喔 好像二之六二之七 對 改完他其實基本上你就應該就正確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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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 可以嗎 很多章節 打950 全部打950 那現在應該是老師的畫面吧 看一下 你再切一下 中文問題嗎 應該在你的那個吧 你去看你的答案 那個那個左上角那個第一個選擇 這裡可以打嗎 對認群沒錯 對 incoding950 你每個都打 喔 達27那裡喔 可是這樣子 這樣子很麻煩 每個都如果是某個層次要改的話 所以是改在這裡配過 你這麼奇怪 看一下 我開始吃每一個的設定 好 喔 因為他我剛剛他寫的是每一個專案設定 好老師檢查一下應該有一個方法是可以 一次吃所有專案的設定一下 OK 我再去做確認一下 不要太麻煩了 OK 感謝你的告知 好 那我們回來這邊 那我們一起做一下好不好 有沒有同學寫一半的 就是二分之一的 有一半好 有一半就OK 有一半就OK了 剛好寫完 不錯 剛好寫完 好 那我們再也不錯 我們再等一分鐘好不好 我們一分鐘之後呢 來把這題解一解 東西寫完的話 你就可以想一下 如果一幅怎麼寫 基本上就是你多方去做這個 思考了你的邏輯呢 跟這一個程式專輯速度就越來越快 這需要熟練度 好 有同學都寫完了不錯 好 OK好 那同學我們來一桌看 所以如提議所說呢 我們需要先選一個選單 然後去跟他講一下 他在做什麼事情 所以這是 輸出的提示 然後呢 有一張全票多少錢 跟他講一下 那現在有個D 接下來你就可以選擇這一個 全票用戴票 用戴票 選一個 然後輸出這個票價 選擇多少個 那他就為多少 OK 好這邊大概寫了一下 就到這邊 然後呢 我就來一個 這個Scaner Scaner是輸入嘛 那現在Choice 他是屬於整數 所以 Choice Scaner 3 7 那我們是按照SwitchCase 所以我們就是SwitchCase 看看一下 SwitchCase 是你的Choice 根本來講會有四個選校 1 BREAK 2 Scaner 他之後會縮盤 那選項不能一樣喔 就如同判斷式一樣 所以他會警告你說 這個3 2跟2是用過了 就是Default Default不用帶BREAK 就是目前的結構 就Switch的結構 好那我們先看第一個 全票沒有什麼問題 請問就是沒有余余 就是輸出全票的價格嗎 那我希望統一呢 輸出在最後 就像我們那個寫折虧 不像每一個都寫什麼 這個輸出 全票多少錢 基本上你會發現 老師這個所謂的題目裡面 他其實有故意寫這樣子 就是選擇多少 所以你就要記錄那個所謂的Choice 這三四水Choice 就是你選擇那個所謂的變數名字 所以這個整體可以在最後再輸出 因為他沒有說輸出很複雜 OK 故意這張設計 所以同樣記得把這個呢 拉到最後面來 選擇的東西呢 到最後再輸出就好了 那可能在這裡 你選擇多少 我幫你寫一下 你選這 不用printf 選擇是d嗎 然後呢這個 然後價格為多少 票價為多少 票價 也是d 你可以點你f 比例比較好 因為市民上我們是票價是會有乘以幾折幾折 85折什麼折 所以他還是屬於伏點數 所以我們把它改成d 所以就要轉成這個整數數字 好那我們先看看這個dseller 就是Choice 票價為多少 你就少一個變數 比如說 最快你再需要一個所謂的 這個金額呢 去記錄說當下 你花了多少錢 那是需要宣告變數 所以比如說宣告一下 這裡可能要去說一個變數的宣告 來一個double好 因為市民上我們要吃的是 折扣嘛 所以是伏點數次折扣 再試圖去轉型它 所以我們來個pay 預設為零 也是零點零 寫double的話就不用寫零給付 好 那這就把錢寫 寫預設法寫進去 就是最後以這個pay 當作你要輸出的最後總價 OK 那就以此類推 那這個所謂的價格啊 你要去乘以下 比如說我想寫pay 我知道pay嘛 pay就是付出的這個總金額 等於什麼250塊 可能可以這樣想 那麼所以是我們目前選1的時候 在輸出1的當下選這位1 票價為250塊 好這是合理的 只是還沒轉型而已 因為可以 配得250塊 但這250 可以放在這250會一直用到 比如說下面會用到 因為我們是以這一個所謂的 全票的價格 當作呢 我們每個計算的依據嗎 因為第二個價格也是來自於全票去打折的 優待票為全票的85折 新條票為優待票再打85折 所以總的來說 這個全票的價格 你要把它提出來變成個變數 後來的話你跟老師一樣寫法 就不太好 為什麼第一個你把它寫實 就假設你今天票價一旦改變了 比如說你要看的是300塊錢 這要改 這要改一次 這原因呢 我們這個價格啊 你看一開始要抵領好 他的價格是多少錢 這以後可以輸出那個價格 就在變數的值 這以那個變數值做依據 會好非常多 所以這裡的話我們要多一個 我們在這邊做就好了 來一個 因為這個所謂的票價 要使用前就要宣告 所以來一個 比如price 就所謂的價格的意思 那我把它宣告成為50塊錢 這是全票的價格 因為我要輸出這裡 所以這裡先宣告好 不然不能使用它 這以後你就可以透過F 選票一張多少錢 那這就是把price給它 那我做的再來說 你就可以任意改動這個價格 OK 就會輸出目前多少錢 那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把第一個選項最簡單 你的總價 會等於你的這一個所謂的這個 選票價格 第一個是一模一樣的 老師收到一些訊息為什麼 多位使用的想家入場通話 我全部拒絕一下 有問題要跟老師講 好 第二個 接下來是這一個對應的折扣來了 第二個就是 所以來自於這個價格 你的price 乘以0.85 你可以寫0.85 就行了 那個0. 被省略掉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是 進兩票與優待票 再打折 就是這個優待票的 0.85 再乘以0.85的意思 所以我們再乘一個 所以這裡的話 你就可以寫 可以 真假的 乘以0.85 你可以寫0.85 那這些也可以優化說 可以把這個 這個所謂的優待票 這應該是優待票 再去做記錄 我先講解答選項 優待票 然後再打8折 早上票跟金融票一樣 這應該是最後一個嗎 所以這兩個 這個就被拉掉了 就把這個呢 寫下這一個 不要拉掉這樣 三次在一起 所以這裡就不要試了 這就變成說呢 最後的3跟4 指的是進了票 跟早上票呢 會放在一起做 好 這開始第一個 因為呢我想把票價給拉出來 所以寫全票一張多少錢 這個錢呢 先提升這個 就是全票的一張價格 那我要記錄說 這個目前當下的 每一個值的變動 就是記錄這個總價 所以我需要宣告一個變數 所以我需要宣告一個變數 去做這一個所謂的換算 這個下上面 覺得大家同意著這做 要不清楚 就是TOP 就是所謂的總金額 這個是呢 你目前當下的這一個 金額OK 好那一直類推 往下呢就開始跑動 在第一個選項之下呢 那是全票 全票就剛好跟你的這一個 price一模一樣 所以PAY等於他 第二個呢 再走位 交代票呢 是打85折 所以乘以0.85 第三個呢 是這個價格 再乘以0.85 OK 回到這個價格 這個價格 成功之後呢 就看到你選擇的票價 跟這個金額 這裡是DEO 我們現在PAY呢 是因為是Double 所以假設我要去 把小數碟給拉掉 所以記得這裡要改成INT 強制轉型 0.F會四手五路 所以看當下情形 你是要去把這小數碟移掉 還是要去四手路 如果四手路 請你改成點0.F 不需要INT轉型 如果認為說呢 我就不需要小數碟了 OK 就請你強制把它變成D 整數 然後把它轉圈轉型 那就會達到這個效果 好 那我們試一下 我這裡應該少一個 好 那我們來選一下 有沒有應該沒什麼大問題啊 票價為多少錢 這樣一個月 好再趕快吃 我帶票 212 85則212 170 好看 170對不對 應該是正確的 欸 30號同學 你有一直在敲老師嗎 一直提出你的訊息 好再一次 這時候同學你有問題要跟他說 好 進導票 吵架 OK 那再run個 最後一個 招場票 那就正確了 可以理解嗎 這個寫法 那現在同學寫的是不是大概大同小異呢 或許會有點不一樣 那是沒有關係的 重點就是你這個一定要提出來 你不能跟老師一看像寫死一樣 寫個250塊 把他寫死 然後都乘以250 250 那就回到之前的老問題 就是你把他寫死 那基本來講 你這個到時候要改到 你每個都要改 你到這個Case來說 你要把這個所謂的金額性把它提出來 是把它變成一個變數 那只要轉換這個變數的值 你要漲價 OK沒問題 就變300塊 那就這個什麼樣都不用改 就以300塊當作基本價格做這個所謂的 優待 然後一直累推 現在同學OK嗎 沒問題 好 那沒問題我們就往下咯 對 這給同學們去做參考了 那有同學有時間的話 先把他改成if else 試試看 其實基本上架構會非常相像 這裡要寫個or 變成if cherry等於3 or 等於4 那你要做什麼 做這個換算 所以這個就會比較優於乾那個or寫法 因為比較一目瞭然的感覺 三四在一起 那就會做到同學的小破綻 同學在 可以在一起舉一番三三把 西服寫完畢 好 那同學我們去往下看 我們看這一個 破迴圈 我們在這個判斷室都講完了 就是一般的單向式的判斷 就是所謂的選擇敘述的事情的判斷 就EV 還有SwitchCase SwitchCase基本上JavaC都有 Java本就有C也有 所以一般的這種傳統程式語言結構 都有SwitchCase可以使用它 那用法大同小異 你發現你學完這個Java 那C基本上懂一半 因為 這是語言非常像的像 好 我們看回去控制 剛所說的就是翻向式的判斷 你要跑幾次 比如說你要去往哪邊走 你要做哪個判斷式 都是透過EV 或透過Switch 做這個流程的控制跟判斷 如果你變成說 你要做重複性質的東西 那就不是EV可以做得到的 他需要透過這個for回圈 或換回圈 或躲換回圈 他們都是回圈 他們都是回圈 所以回圈其實是一次以上的東西 你要做的話 你要透過回圈來做這個執行的意思 那回圈呢 基本上有分一定次數的運作 比如說我要做100次 我要做10次 那會用什麼 用for比較多一點點 所以大家for是固定次數為主的固定 就假設你今天一開寫一個程式呢 是每一天固定跑100次的 我可以先用for來做 他們都是回去 但是他有一些 呃使用的場合比較適合 固定次數的for回圈 如果呢 不是固定次數 是使用者去控制的 或是你下面下指令的 比如說這個溫度到了一個臨界點 你要做休息 否則呢 就去運作運作到到臨界點為止 就不關機了 要壞來做 不好躲壞 兩個都是 三個都是回圈 一個是判斷式 就是以判斷式為主到判斷式 就像我們的那個一幅一樣 因為一幅判斷式呢 就可以確定說 他到底要不要繼續往下走的意思 所以判斷式 所以三個都是回圈 這是所固定次數的 這做什麼 以條件為判斷式為主的回圈寫法 那看在for回圈 for回圈呢 他是透過這樣的寫法 第一個for 這是我們關鍵字 就是公司的關鍵字 普通一幅一樣 for 是重複的意思 那for回圈呢 不是透過判斷式判斷 比如一幅什麼 A大於Y大於B 不是這樣寫的 for回圈呢 是固定次數 他是透過技術 是否結束 比如說你要跑十次 跑一百次 技術結束了 那他才會做這個回圈結束 否則的話 就一直不停跑動 所以他是以次數為主 次數為單位的 那怎麼去做這個輸出呢 會這樣子 這是一個標準寫法 就是for呢 裡面基本上會帶一個小光號 然後裡面會有三個值 通過分號做區隔 一個是你的起始值 你要去技術它 你需要變數做記錄嗎 就像我們那個所謂的 比如total 要記錄這個所謂的金額的總計 一樣 在技術的時候你需要個變數 輔助你記錄出 目前到哪個程度了 那是不是要繼續開始 繼續結束的意思 所以有一個anti 一般來說技術不能用浮頂數 i等於0.0 沒有 我們就都是一整數 12345 沒有1.0 1.2 1.3 這樣跑動的 都是從整數開始 所以記得整數開始 那變數名字呢 你可以任意定義它 一般來說在for回圈裡面 如果沒有特別強調的話 都是寫i等於0 這是約定俗成的寫法 因為i很後面 你用abcde都會用到 那i會比較後面 所以一般來說 如果你沒有特別的想法 請你寫inti等於0 這是約定俗成的寫法 然後這個分號之後 接著是判斷式 第二個是判斷式 當然說我是不是還要保重它了 我這裡寫了一個i小於10 小事呢 只要i小於10 就0到9 這個看法是0到9 我都會跑動這個結果的感覺很像 因為小於10 0小於10 因為從0開始 這70值 不要忘記了70 所以從0開始 小於10 表示i如果在0到9之間 就是我容許的範圍 OK 記一個 那回圈你要去做紀錄的話 要去等加它 所以你發現我們之前所學的 後製音論有出現 i++ i++ 好 i++會把i呢 那加等於1 記得嗎 i++ 所以換句話說呢 我們這個i會從0 計數1 2 3 如果回去跑動的話 一直一直到9結束 到10的時候你會發現 它判斷這個10的值 i有小於10嗎 10便沒有小於10喔 10是等於10 所以呢 沒有小於10 回圈就結束掉了 就離開這個 右大括號出去了 那只要不出去 自己的邏輯呢 些什麼都可以過 這是左右大括號 好 所以左道一包覆起來 表示說 這個邏輯我想跑動幾次 就以這個邏輯裡面做運算 可以讓我們寫一看這個部分 所以對我們來講 假設你要寫一個這個對應的回圈 你會這樣做它 你先以固定次數來看到 是4圍圈 4 一個它有三個 三個只要放 第一個就是你的初始值 INT 行代整數 從你開始是我約定的 你可以從1 從10從任何處都開始都可以 那你要寫一個判斷是說 什麼時候要停止它 什麼時候要繼續運行它 就是小於遲的時候 能夠運行它 那你假設你沒有寫不禁止 不行 你要寫不禁止 那它可以去累加它 那這個就是呢 這個回圈跑動的 一定會跑10次 不管你有沒有東西 它也會跑10次 所以假設我把這個輸出一下 123或Hello 好那我們輸出看一下F5 OK 它耗了出去10次 一個都不會少 總共就10次這麼多 那這那麼少 是因為它又把它吃掉了 好 這個東西 因為它吃出 就變多了 總共10次 那怎麼知道說這個是10次 我們可以看一下I的變動 如果把這寫一下 然後我多一個多點加 我寫I等於多少 好就比較緊張一點 I等於加上這個I 至串串的數值是可以 它把這個數值變至串 串在一起變I等於多少 I等於多少 這樣之類的 就看到I的變動的數量 好我們看一下輸出 因為它是從這一個 嗯 你又消失了 不好意思 有了 從0開始 到9結束 那比如說那不對啊 不是10次嗎 它總會只得到9結束 同學注意一下數算一下次數 因為從0開始算 程式語言 一般來說都從0開始算比較多 比如說後續同學學到這個正列啊 學到這個所謂的曲直啊 都會從0開始算 跟我們一般才算自然數的1 但是不太一樣 所以程式語言是從0開始算 就是0開始算的話 就符合這個條件 0到9 0算一次 所以0一次的話呢 加這個所謂的後面這個9次 那就是10次 所以並沒有錯 就這回去跑到是10次正確 只是我們目前當下 所謂的技術是從0開始算的 假如說你我從1開始算 當然可以 所以開始算的話 你要10次的話 可能要記得 就變成什麼 還小於11 可能跑到什麼 1到1到10 會包含11的感覺 那一樣是10次 所以次數來說的話 並沒有說寫0是不正確 其實是對的 因為在後面同學到任何的取這個所謂的值的時候 你會發現我們的程式語言是從1開始算 而不是從1開始算 所以寫0是一個比較自覺的 自然的寫法 然後比較自然的寫法 然後這個效果 那同學說 那我假設我這樣少寫這個可不可以過 就三個條件 一個初始 一個中 一個所謂的判斷式 一個所謂的不禁止 其實我把不禁止拿掉 通話不能少 通學發現通話不能少喔 它不會報錯 那大家可想而知 按照正常程式的邏輯來看的話 這個回去是這樣想的 如果初始值為0 i等於0 i小於10 指的狀況底下 請你跑動這個邏輯 那我把遞增值給拿掉囉 表示i根本不會遞增 好同學會發生什麼事情 有沒有感覺到哪裡不妙了 對沒有錯正確 會變成無窮毀圈 來我們試試看 這是可以 應該說這是層次的bug 它不會簡單說 你沒有寫 不讓你過 你看 卡在i等於一直無窮毀圈 變成 停不下來了 OK把它中斷掉 OK它就中斷掉 那你說我寫在這裡 這是標準寫法 沒有規定說一定要寫這邊 你可以寫在後面 還記得嗎 i++ 你可以寫在這邊 會 會 如果你的電腦 會越來越慢 你 因為我們現在宣告的話 基本上是 宣告變數不會爆掉 因為我們輸出而已 沒有暫存記憶體 但是你電腦會越來越慢 越來越慢 慢到整個就 拖不動了 所以又是點 又把它停止住 變成無窮 其實這裡可以 我想像什麼意思 這裡一樣出10它 一樣是出10i等於0 一樣是i小於10 這不能少 在這裡面呢 只有一個不可以少 它不能少 像這個不禁止 你可以先不寫 你可以寫在後面 可以的 我們看這樣做對不對 我們把它去做F弄一下 好 然後它又正確了 為什麼 因為我知道 在我的回圈裡面 做這個累加 可以 所以原本寫在這邊的 其實你可以把它移在下面做 但這個分號你不可以減少 會有錯 分號一定要在 所以第一點 你可以在後座 OK 記得可以後座 然後接下來 如果你發現說 這個初始值 我可以在下面宣告嗎 這樣寫在裡面嗎 可以不在這裡宣告 我可以寫外面 i等於0 把這個拿掉 這樣也可以過 但是記得分號 也要寫出來 這也不能少 你沒有初始 就會報錯 它會說這個i從哪來的 報不到 看到外面的好處就在說 這個是全域的 通緝的 在我們的這個所謂 城市邏輯裡面 只要看到這個所謂 左右大廣告 裡面的東西都是區域的意思 像老師剛剛訊號這個i等於0 再看一次 這樣 就刪掉 再回去 這是標準學法 單線記啊 標準學有漲價 後圍圈 初始 技術 累計 沒有累計 沒有累計 它就不會增加 不會增加 那就可能達不到這個要求 達到這個要求 它就不停跑動這一個 所謂的邏輯 就是它沒有離開它的話 一直小於它 那就會跑動變成無雄規圈 所以這個一定要寫 你可以寫這裡 你可以寫裡面 都可以 問題是假設你在這裡宣告 只是非常正確的寫法 但是假設我想看到這個值的輸出 在外面看 這個i的值 不然它會報錯 在裡面做呢 完全沒有做 都是個i啊 為什麼這個i這個i 都一樣是i 為什麼後面 這後面會出現一個小小的破浪圖號 他說你這個i呢 根本沒有去 取用不到 你沒有宣告 你比如說沒有老師會有宣告啊 這裡有宣告 這個宣告呢 是屬於區域的意思 區域宣告 他只在這個主要大瓜裡生存而已 一旦離開這個主要大瓜號 這個i呢 就釋放掉了 就釋放記憶體的意思 因為不可能每個記憶體 每個變數都留在記憶體裡面去 不用 它就自動釋放掉 它會釋放掉它 一旦釋放掉它 你換到 回到外面來變痊癒了 痊癒變數 同於痊癒就剩下全部的意思 區域就是什麼 這塊的意思 只要有主要大瓜包覆再起來 它就屬於呢 這一塊的裡面的 所宣告的這個變數 都屬於區域變數 區域變數的話 全是吃不到它的值的 是這個問題在這邊 那怎麼辦呢 如果要解決這個問題很簡單 就把這個i提出來 變痊癒就好 這時候你發現 又出了個問題了 痊癒宣告的變數 優於區域變數 你痊癒宣告了 你區又宣告一個一模一樣 int重複宣告一個 它認為你重複定義 不行 所以你要記得 要裝作的話 請你把它拿掉 我以為這個寫法 這樣好處再說呢 從頭到尾就有一個痊癒 比如說i呢 在做這個所謂的跑動動作 一個初始成功了 第二個 噴斷式還是以痊癒為主的 接下來累積的值還是以痊癒為主 好處再說呢 最後的值 你可以看得到 它在哪邊 因為是痊癒變數的關係 痊癒 那區域裡面的就可以區域裡面的 比如說今天假設我再寫一個去 int 這個s等於0 好 那在裡面做什麼你都會過 比如說輸出這個s的值 就想一下如果我這樣寫呢 我可以i輸出x嗎 想一下 各位發現有沒有錯誤了 為什麼 區域變數 這也是區域 如果你寫區域的話 這區域 這也是痊癒端 離開這個左偶大掛 基本上就是一層包一層的意思了 這一層的包它 去跑完 可以重新定義i嗎 如果是區域變數的話 可以的 因為區域跟區域全都是無關的 向下 後呢 拉下來 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 痊癒不會知道區域的存在 應該說 今天假設以順候順序之分 你不會跑它的部分 它是取區域端跑動的 然後回到這個痊癒端的時候 你可以宣告你的痊癒變數 因為它已經離開這個所謂的區域 區域端就沒有差別了 好我們再跑到我們自己給我看一下 可是剛想到這個問題給我講一下 這是標準的一個回圈寫法 我覺得透過回圈的去跑動說固定的次數 這是個很標準很標準的寫法 OK 這是一般會常做的一個用法 第一個 那同學特別注意到說 你的判斷是不可以少 是一定要有 因為判斷是 沒有判斷是的話 表示你就沒有辦法去做 到底我要是否運行它嗎 所以比如說這是一個所謂的次數 你要跑一百次 OK要寫一百 跑十次跑寫十次 那基於這個原理來說 這是區域端在跑動的 所以你在區域裡面來 宣告一個R&T 愛的原理 沒有出十次不可以 不能不寫 你不能不寫 會爆錯 因為沒有去做這個宣告 所以你宣告了 它屬於區域端的宣告 按降降 沒有按降降也不行 它不會累計 所以整個來說 這個就是完整的一個 所謂回圈的宣告方法 那因為所謂的區域群域來說 在這個裡面 它屬於區域宣告 所以假設你想在 離開這個區域端的時候 輸出愛的字 是做不到的 這群域端 群域端找不到區域部分 那怎麼辦呢 你就把這個給拉出來 如果你是想說 兩個都一樣東西 OK 宣告這裡 就完成了這個 所謂的群域 大家共用的目的 因為群域 優於區域的意思 到這邊 到這一塊還能理解嗎 到這邊 可以理解嗎 其他同學可以嗎 可以哦 這會不會常用到了 這會跟各位在做這個 強調一下 他先記一下 就是你可以這樣做它 那方便你做一些測試 好 接下來 波圍圈呢 這三個判斷是 初始終止 也不能這樣講 因為權域變數其實 它有它的定義在 就是權域變數 很多時候是為了記錄 更大方向的東西 像這個case 根本不需要這樣做啊 如果今天假設 你就不需要輸出什麼I的詞啊 在權域斷不需要 那基本上 你不要這樣自己寫 這樣寫其實自己找自己麻煩 比如說那面宣發什麼inti 因為權域就是存在著 就一直佔記憶體了 那對我來說 這回圈就是做那麼一次 我根本大不可不必 把它變成權域斷的變數 有點像是大材小用的感覺 所以對我來講 如果很單純 今天是聽不跟你說 請你寫個回圈 跑十次 你這樣寫就好了 你就不要去找自己的 這個把程度搞複雜了 但如果說 我就是要看到最後這個I的變動的值 OK 那就沒辦法 你得把它 變化成權域做出產性 不過這裡面只能看得到 裡面在跑動 因為它是屬於區端的部分 好 圖圈記這一點 請你把這圖圈寫一下 然後看一下是數量對不對 然後看一下這個I的值的變動 是不是正確的 那你寫10 從0開始 那代表就是10次 從1開始 那就會減1次 所以一般來說不會寫從1開始 所以會特例的 所以特例 那大家想一下 如果我要看到這個點 在這個不改的工程底下 這個不改 不改它 就是I等於0 I小於10 我要看到什麼I等於 這個從1開始 這變2 這變3 這變4 一樣實施不變 但是我給使用者看到的是 從1開始算 一般使用者不會說什麼0啊 看不懂 使用者看到1嘛對不對 所以如果回圈不改 我這裡面怎麼改 才能符合這個1234的效果 來同學做完畢請你試試看 怎麼輸出 I等於1234 記得回圈這個所謂的70中止不能改 感到 但是根本不igraph 謝謝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有东西写出来的吗 这一行要怎么做呢 有没有同学可以给老师解答呢 我看到I等于1 I等于2 我高同学好解答 没错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你要去加1 没有错 这里呢 原本跑动是I0 一般来说呢 在这种输出 比如说真的要强调说说 1234578910 这个数字不会在这里做 会这样写 因为这样写其实基本上 你就更改了这个架构 一旦改这个架构 其实问题就来了 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还是约定俗成 从零开始算 后面去学正理就知道 是为什么从零算这么重要 因为零就对我们程式设计师 非常重要 不是一 一会有时候会超出范围之类的 所以从零开始算 绝对不会错 所以零是我们个标准的写法 然后请你尽可能不要改成1 你可以在后面再输出的时候 做任何改变 像这样 没错 可能是正确 这样就可以了 你可以在后面呢 做你想输出的这个变动 尽量不要在这个逻辑里面呢 去更改这个架构 因为零到零到十就是会十次的意思 我就是有一次这个写法 可以看这样结果对不对 这样正确的 就从1到10 这是给使用者看的 比如说我使用者看懂1 看不懂0 所以1、2、3、3、2、9、10告10次 这样做法才是正确的做法 那同时学完这个做法 你发现说回到你的层次逻辑 比如刚刚那个ticket 你就觉得就有差别了 什么差别 你可以写回圈了 每次呢 每次真的跑一次真的太累了 比如每次按一次run一次 那只能吃一次这个所谓的输出 你写完币之后呢 你要再按第二次run 才跑动 比如回圈 你就可以开始不停的去做这个输出 比如说你说这个 每次都看一次这个票价 你可以在这里做 可以好了 这里比较好一点 就觉得票价 这里写回圈 pnt i等于0 i小于5次 比如说呢 你就对这个可以输入5次 因为我会是固定次数的哦 固定次数的 所以是会有点 应该说使用场合 如果是以固定次数来看的话 很适合 虽然看起来目前5次有点 把它写死 但没办法 又回去就涨价 好 那写到快回去 就大概是一个快乐圈来做 效果 走到爬上去 然后这里全部包起来 到这里结束 放起来 要记得左边右边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控制一下包起来了 所以整个逻辑呢 包覆把这个foil圈 包覆你这个原本只能输入一次的逻辑 现在写的是5次 所以会有5次之分 好好看 这时候 不知道第一次吗 因为你没有看到输出 所以你大概只能去算一下 这第一次 全票 票交给多少啊 老师忘了写这个formate 所以这里要改一下他的这一个 换行符号 应该是这里 好 那这重来重置一次 我们先再改一次 如果我想知道说 目前是选择第几次 这也可以输出一个 比如说这一个新选择票中 这也偷偷塞一个字给他 我这已经是F了 我这用F了 好 太好了 比如这也偷偷塞一个B给他 你偷偷塞一个这个I加1给他 下期没好 下期没好 这个我误会他 去这里 好 所以像是我把目前当下的第几次 买在这里 检查一下这个次数 那因为从一开始算会 应该从一开始输出 那个值 就容易去的阅读 所以写它加1 次数不会变哦 你还是5次 只是这里在输出的时候 是特别把它加1而已 在显示的效果会比较好一点点 第几次数 输出好了 这样可能更加的密 大家可能更明显 第几次输入 不好意思 这也写了第一次输入 也是这个换航的问题哦 这个是看一下 这一个多少 再把它换航一下 F呢 就是少了这个换航 所以要记得加一下这个 那这个输出 等一下 选择 我觉得都换航一下 这样就 就没什么大问题 但是 兴达心愿 全面一下 登保值远 低时输入 我老师把它换航 哇 就刚好 没关系 好 这样 低时输入 所以这很明显 低时输入了 所以一般来 写回旋的时候会这样写 然后呢 在输出的时候 可以去把它加1 i还是原本的这个0哦 只是0加1 0加1之后呢 输出1这个数字而已 所以i是没有变动到的 我只是这个i的值 OK 选票 选择1 特效于250 选择2 美斯坦选择3 选择4 选择5 就一直类推 为达这个效果 那这个5呢 老师忘了选择的时候 他错误资讯 对这个要用化他一下 我这里看得懂吗 这边 图圈的写法 可以哦 就是 呃 学会 4圈之后 你就可以开始想一下 当初所写的程式码 只能输入一个同学的 哇 你可以输入很多了 你可以输入一个分数 可以输入很多了 通过4圈做得到 那这台东西 可是这边有个小小块吧 就是我输入5的时候啊 他竟然还给我输入这个 票价为170块 老师少写的一个判断是 所以说我们说 呃 是 1234合理 其实1234是怪的 写这里嘛 你可以输入什么 输入错误 假设你写在这边的话 会有问题哦 比较很输入错误 D4呢 假设有输入 所以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不然改成一次就好 所以哀小于一 这样就一次而已 我这想把这结果留下来 所以相信 然后想把输入错误 看一下这一个 OK没问题哦 3F 好 那我输入写5 你发现这有写哦 输入错误 选择5 票价为0元 这个如果你可以接受价值吧 那当然OK啦 因为这里有输入错误的资讯 就输出这个正确的资讯 那这样想把其实有个bug 就是说 假设你是这样做的话 你有选择先选择别的 他这个值啊 会保留上一次的值哦 有些人来看 会保留上一次的值嘛 那其实这个 那么不要输出 做出错误 干嘛要输入这个票价 所以我们说这一个所谓的错误啊 起来这边并不好 这个结果应该是说 如果你输入正确的话 以这个结果为主 你输入错误的话呢 以这个结果为主 所以比较好的想法是说 我会写一个对应的这个不灵变数 去政策说 如果你输入错了 我把他记录下来 成功之后呢 在这个地方呢 在最后结果输出 这次离开他了 说你离开他了 被离开的时候 离开这个时候 输入取的时候 这里判断说 你输入是正确的 还是不正确的 什么叫不正确 到 default就是不正确的意思 所以假设我选择个变数呢 在这个不正确的时候呢 去把它记录一下 然后做到这边的时候 透过这个变数前 如果他是不正确 就输入错误这个字 如果正确的话 就输入这个字 这样会比较好 不然第一波的话 虽然会跑动这个错误的结果 但是按照程序逻辑来看的话 这里还是会跑动 表示正确与否 都会跑出来这个结果 那就会出现这个 所谓错的时候呢 资讯会怪的 基于这原理呢 这边多一个变数 你叫做 布林就好 因为布林就是刚好 要么正要么假 刚好符合这个条件的要求 所以布林最好用 这个时候最好用 所以我拿一个AERO 来一个 这一个我想预设为FORCE 预设是没有问题 FORCE是没有问题的意思 AERO等于True 可是有问题吗 对吧 所以以后呢 我们也要自己来 这里就 虚告他就是一个True 就有错 然后呢 我把这一个比到下面来 假设 AERO 错 才输出这行字 否则呢 输出这个字 那换句话说 在这边的时候呢 我预设他是FORCE 表示我直觉说 一开始没有错 几率高 但是我约定 你写True 当然可以 但是相反来想 那我想说 预设他会是FORCE 因为 虚告变数一定要给他指 要使用他嘛 所以我虚告成FORCE 如同虚告0的意思一样 OK FORCE之后 一路往下走 在还没有写 判断回到讯之前呢 一样这些过要改一下 不然的话 你发现这个DFORCE 还是会出现 这个所谓错误资讯 跟正确资讯 那在正确的状况底下 你发现你的 你的这个所谓的 ERROR 还是FORCE 选对的时候 就回到这边来 你选对的时候 IFERROR IF TRUE嘛 没有 没有ERROR 所以输入这个正确的值 如果呢 今天假设 你输入的是非1到4的值 再到DFORCE来 ERROR等于True了 到输出 离开这个所谓的SWITCH的时候 再判断这个判断4 一次 那就输入错误 就达到说 就避开刚刚那个问题 就不会说 您这个错误 正确一直输出的感觉 好 那我们测试 现在是导致写一次而已 所以大家回圈先 先可以像这样测试他了 好看 好 那我写5 输入错误 那我再弄一次 这时候可以打开他了 就把它写一个 改个三次就好 出三次的 这一个所谓的 回圈 i等于0 i小于3 i加加 i从0到3 012 5803 所以最导致加1 让使用者知道说 目前地址输入 支持他一下 你就可以试一下 正确的时候呢 你发现他就正确输入 这个输出的选择 因为ERROR是FALSE OK 第二次 再票 正确 按了-1 选择出 就出去了 所以你写3 表示3次 一次都不会少 你写10 他就会跑动10次 那同学对这个可以理解吗 我刚多了这个变数 的用意在哪边 大家可以理解吗 好 不然你会遇到说 你会同时间吃到正确跟 错误的答案 因为就是要这样做 那一般来说程式语言会上这样子 我会宣告一个变数 当做一个检查的奇标 那 只要需要 要真跟假的话 同学记得虚冠不灵最好 因为他占的物源最小 你只要真假就好 所以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变数呢 做检查 那检查的时候 一旦虚冠变数 一定要给他指嘛 那一般来说预设为FALSE 比较好一点点 就预设 零的概念很小 你是初始指 FALSE初始指 从5开始 那在正确的时候呢 维持原本样 不对的时候 先把它变成True 最后再离开这个区段 做这个判断 就可以了 这是刚才想到说 配通TICK 直接改善一下 好 那这是回圈的部分了 可以记得就这样改 没错 就强制把它改成I加1 所以改成I加1 之后 你发现很多地方呢 你都可以去做 I加1的动作像这样 I加1 而不是呢 千万不要这样做 1 然后4 虽然次数一样不会变 但你发现后去后去面显的是 你会爆错 因为我们的城市员是从0开始算 所以记得 首先从0开始算 加是比较正确的写法 对写法 好 那同学可以改一下 要不要试试看 把刚刚这个计划程式呢 请你加上回圈 好不好看 回圈 那记得一左 就要一右 这个缩牌头很重要 写的时候呢 尽可能把缩牌看清楚 一个堆一个 一个堆一个 其实颜色 提示都很明显 大家可以看一下 颜色提示 同学们加上看 把这个 计票程式呢 这个所谓的缩牌程式 改一下 加回圈 试试看 那好的同学 你可以试着想想看 如果这个3呢 我变成外部输入 可不可以 比如每一次 在经历这个 所谓的 呃 所谓的 地票程式好了 你要先决定好 第几张票 所以问他一下 你不想要第几张 OK 一旦你确定了张数之后呢 你就把 这一个变数呢 变成那个张数 那你就可以得到 这一个所谓 离去输入的结果是 按照使用者去判断的 而不是把它写实 给大家思考一下 这怎么加一行程式码 然后呢 去把这一个使用者 呃 输入的这个值呢 给取下 放在这边 取代这个 现实的这个3 你就可以取到 目前当下的这个价格 好 你说 好 好 说那个你的那个 printer 只能输出一个字串 那你是多个斗点的 呃 我觉得你先不要改 你改ln 对 先把他做对 ln 也可以啊 不一定要f啊 ln 只能输出一个字串 对不对 那你的斗点 不能有斗点哦 怎么办 来到试试看 好 试不过了 对 这就可以了 但假设你那个 i4 从0开始算 对 试试看 你这个 试试试有错误 你可以先把他注解掉 就把那一行 你少了 inport 而已 因为你试试没有过 你是不是是不能跑动的 你少了 inport scanner 这个物件 你对 我 有 有18 Util 你可以看一下你其他写好的城市吗 点后面再个点 Util 楼在表 是给你 呀就这一个 哎少少少说什么说什么 别忘记了 找一个东西 你后面找什么 什么都是要结尾 哎呀要结尾好 那可以了 那就可以跑你的四肢 四肢学 这就有了 记得PrintLNN只能输出单一字串哦 就要把它变字串串接才行 OK 这东西有写对的吗 就是回来这一题 有没有把这一个回去写好 记得你要框到哪边要特别记得哦 一框上去的话 你发现这么大都框下来哦 你框的地方的话就有不同的效果出现 然后就要看一下啊原来我框错地方 请你把它做对 哎有同学做做对的吗 这里可以吗 那有没有同学 把这个3呢改成外部输入了 可以让使用者输入要第几张票 就像是人家写那个网站有没有 你可以一个下拉罢 然后选择这个4啊5啊 然后给按着那个第5张票之后 他就可以连续让你输入5张票的感觉 其实里面的架构 其实跟这边就大同小异 不管哪个绅士语言 比如你写网页啊 写这个所谓的Android app 其实里面的逻辑就长这样 只在说输入端的话 可能就是使用者按按钮啊 按那个所谓的这个网页的这个元件 或是按的是这个Android app上面的元件 不然简单来说里面的里面的输入的逻辑 可以长得是一模一样的 好那这边我们来写一下这个好不好 那刚刚这有scan的呢 大家可以直接使用它 我们就提示他一下呢 雄哥第几张票 那我们就来一个这个 F就好 就让它可以去再同一号输出 就来个count好了 INT count 记录那个所谓它输入的那个票数几张 来自于scaner 那张数没有半张的 所以就INT就好 那是INT这数为主 那这成功之后 你就可以把这count放这里来 就达到说 以使用者去做这个所谓的票数输入之后 可以跑动这个回圈的意思 变好看 好这就要先用第几张票 就来一个五张票 第一次输入 12345 好刚好就结束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这互动呢 有这个输入 然后有回圈跑动 那就完成这一个重复 订票的个做法 那从学再看一下这边 这个从来给理解了 就是简单就把这个变数呢 把它斜实的部分 把它提成一个变数做 恢复输入而已 那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那我们再看一个简单的翻译 其实在回圈里面会常用到这个点 像这个 会常用到一个地方 回圈回圈到底是 我知道可以做次数的判断 跑去次跑去 但其实这个之外还可以 可以怎么用吗 像这个 更多时候呢 我们需要做累计值的动作 比如说呢 我要累计某个事 到每个数的这个总和是多少 那你说累加 那通常都会透过这个回圈做跑动 那这回圈跑动有一个原理在说 你这个所谓的变数值 在做累计的时候 累加的时候 你需要呢 把这个变数 累加这个变数呢 移到外面来 因为区域跟权益是有分的 不要忘记了区域权益是分 第一个 我的total 最后要输出这个它的值 所以我total也要在外面 你不会悬到里面 写里面区域变数 第二个 我要做累计的动作 需要变数的帮我归零 做基础的动作 比如说今天假设题目说呢 请你写个程式 从零累加到一百 要到一百 如果包含一百的话 你可以写小于等于一百 如果不包含一百 零到九九 那就写小于一百就行了 这两个写法 就看题目怎么写 我现在写是小于等于一百 表示包含一百的意思 小于等于会包含一百 那累加 说说大家没问题 就printi就好 可以看到每个i 从0跑到一百吗 但是我要是0加1 加2 加3 加4 每次i的变动的值呢 我要去做累计的动作 才能达到说 这个累加的效果吗 那该怎么做 你得需要一个变数在外面 等待着做累计的动作 在每次进来的时候呢 去加这个i的变动值 那我写加等于i呢 是因为写total 等于total加i的意思一样 这是所谓的这个 简写的方式 就是这指定符号 这样写 那最后就可以输出这个 所谓的累加的值为多少 OK 那我们大家看一下这个写法 所以这是标准回旋写法 就是我们改一下 切割一下 我觉得区域圈域是有分的 然后呢 我现在算是for rnt i等于零 所以你看i可以一直宣告 因为区域没有差 区域但离开 他就忘记i是谁了 所以这情况是i是可以的 如果你是全运的话 就不能这样做哦 如果包含100的话 写小于等于100 你可以小于101 那小于等于100更加好 小于等于他的意思 OK包含他 这样就会有0到100的输出线 那他可以看一下输出 肯定没有问题 就是i的值会从0一直跑一直跑 跑到100 我看这个值有包含他了 那就OK了 那我想算是0到100的总和 就0到100的累计总和 0到100包含100 那你这样光是技术没有用啊 这个值输出之后 你要去把它累计加起来才对 就0加1 1再加2 2再加3 3加4一直类推 所以我需要一个变数 在外面呢 等待做累计 要归0 然后这个total呢 在里面的时候去做什么total 可以total加i 然后每一次的i的变动 从0开始 第一次进来i是0 total是0 所以最后结果是0 接下一次i呢 再跑下一次i变1了 0加1就变1 所以现在是1了 好 再次进来total是1了 现在是0嘛 对 现在变1了 但是i变2了 就1加2就变3 就一直累推 就到什么累计的效果 所以你要这样做 再到这个累加的效果在 所以一直累推 i只要到小于等100就大于 等于101的时候 他就会出去 因为小于等于100才会进来这个地方 所以就可以输出这个值 看一下这个total是我的证券 第一个 在区域 群 群群群 外面才用得到 写在里面肯定吃不到 那结果是 就5050 那我真的一定要写在外面吗 我不能写在里面吗 譬如说这样写好了 写在里面 切不论说 你的这个群 这外面走了 你说不管 我不输出这个值的 如果强硬把它写在里面好了 写会发生什么事情 最后的这个值是多少 如果把这个total放在这一个 所谓的回圈内部做宣告 然后呢 我一直在里面做回圈 他还可以跑100次 他因为total更没有影响这个判断师 没错 同学这个应该是100 因为你i会变动啊 大家记得吗 i是会跑 所以0呢 永远都是0 0加1还是1 下进来之后呢 0加2 因为total永远是0 所以最后一个值i是100 i是100 所以0加100 突然就变100 虽然这没有1 但是没错 只是100 正确 只是100 所以对我们来讲 你发现说这样写法并不正确 虽然它有累加 但是每次都归零 累加归零 累加归零 那其实 跟我来说我们的底液差太多 我要是呢 累计的效果 因为要累计它 所以你的变数 一定要放在痊愈 短程的累计 你放在区域 它不会累计 它每次归零 就不正确 所以这个是这个时候 一定要先告成痊愈 你不能先告成区域 现在区域的话呢 可以跑动 但是呢 逻辑不正确 会有问题 好 那基于这个原理 你要写这样子 TOTO加归零 比较好 一定要这样写 习惯它 这个展开就长这样子 TOTO等于TOTO加归零 一定要把自己本身的 这个累计结果 再给自己本身 你不可以直接这样写 就这样 比如说我知道 要加它 这样就好 看 这样不正确 因为没有把值回存 第一个TOTO加归零 没有把值回存啊 不可以 所以记得 一定要把它回存回去 才会累计的效果 所以TOTO等于TOTO加归零 这样的周五复之下呢 你发现这整个结果就成型了 就是I会跑动 跑到该跑的 TOTO也做到该做之前 把每次I的值 能累计之后 再放在自己本身 整个跑完毕 你就这个所谓TOTO 就从0 一直降到这个100 的这个所谓的 这个累计的值 那就是所谓5050 就5050 OK 好那同学们 请你谢谢看 那请你想一下 这个写对之后 如果我只要 一个对应的 比如说 I4偶数 我才要做累计 就0到100的偶数总和 这是每个值的累加哦 就不管机偶数了 所以是5050 如果今天假设听不改了 请你写一下0到100的偶数总和 那这边该怎么做 来同学们试一下 好那我们顺便休息一下 5分钟好不好 因为现在10点35分了 5分钟之后 我们继续往下走了 朝市休息一下 好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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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放去區域的話就一直被覆蓋覆蓋覆蓋 那不正確 好那同樣都是2550的沒錯 那有兩個寫法 第一個寫法你可以在裡面做 按照我們自己所想的 你可以去做判斷式 譬如假設 假設什麼的 什麼叫我數呢 就除以二與數為0 所以I除以二與數 等於0 我要做看到I的值 順便看到這個 順便把它做累積 這一定要這樣做 你這個輸出外面是沒有差的 每個子都要看OK 但是這個所謂的累積的值啊 一定要在這個判斷式裡面 因為I是偶數的底下 在做什麼這個啟動 不然的話呢就回到原本樣子 就不管如何這全部是累積不對 一定要這樣寫 那我想看到裡面的變動值 所以我把這個輸出呢看到裡面 確定一下我的判斷是正確的 比如我看到應該是024680 不是12345的789 不是 所以要記得放裡面可以看到裡面的變動值 好那我們可以放動一下看結果 每個都會對2550正確 所以你發現這都是偶數哦 那換句話說 技術就這樣寫就好了 最後的輸出為1 或是不等於0 這是技術的部分了 13579變2500就變技術 所以這是第一個寫法 你假設說你這個寫法還有其他寫法 有的同學可以想看一下這裡 假設這個是標準寫法嗎 這是對的不是對的哦 可以這樣想看 在我們這個所謂的迴圈裡面啊 所謂累積的迴圈成這個迴圈 這也是可以變動的 可以改成I加等於2 比如說I等於I加2 比如說我做 就這樣 這樣可以 但這個不定值啊 它可以這樣寫 有點像是呢 就是我把每一次的值從0開始算 下一次加2 就變0加2變2 2加2變4 以此類推 這樣結果也會正確 也是250 但哪個好呢 當然是剛剛那個好 就有點像是為了寫而寫 就是你可能要更改這個 所謂迴圈的結構 我是不見這樣做 剛剛這寫法會比較好 就是我在內部呢 我外部維持一樣 跑這個所謂的100次 但在內部呢 我在某個 條件之下呢 做判斷式 讓它呢 可以去取得這個值 比對 比如說我要取偶數 那就這樣寫 那剛剛寫法是在這裡做了 其實這裡是可以做改改 更改步進的次數的 I加等於2 就是I等於I加2的意思 那就可以達到這個效果 那可以記一下說 這裡其實可以做變動值 可以改 這可以改 這可以改 但後面這裡也可以改 我就看照你所想的方式呢 可以步進3步進4 I加等於3 I加等於5都可以 那這座其實是更好的寫法 這符合大部分的這個 程式員的邏輯的寫法 好 我到這邊看得懂嗎 這個偶數的部分 可以理解嗎 我以為是這樣做的嗎 好 那家同學呢 那同學還在嗎 不會先跑去吃飯了吧 所以還沒到 這個人還在嗎 還在思考 還在思考 好 這可以說明一下 一般來講啊 如果你不寫的話 會變這樣嗎 對同學 這大概知道吧 就是我在累積過程當中呢 我就不管那個什麼火速不火速了 我就一直跑動它 一直跑動它 那 那 按照規訓來看的話 就是同理一直跑 跑到什麼 小一等於100 不關鍵話說 大於100的值101就會停止 所以最終值是100 這沒有錯 那我們說偶數的總和 什麼叫偶數 其實他想什麼叫偶數 這個數可以被 2的數就是偶數 比如S等於10 那它是不是偶數呢 怎麼知道的 很簡單 A除以2的餘數 這是餘數的意思 求餘數的意思 等於0 那就是偶數 OK 這個同學應該先了解這個才對 記得就要先知道 因為 這是求餘數的意思 求餘數的意思 所以我看這樣寫對不對 A等於0 這點多 我再把它刪掉一下 註解一下 好處 因為10是偶數嘛 換句話說 你把它變成11 那11除以2的餘數會0嗎 不會0 是1 所以呢 這也抱False 因為這判斷式可以這樣寫 所以我就說 如果它4的話 除以2的餘數為0 做什麼動作 做累計的動作 所以就變這樣子了 回到剛這邊來 這是原本的寫法 那我知道說 原來除以2的餘數 可以這樣 記取了這個餘數的值 是不是0 判斷說它是不是偶數 所以一樣 一樣換葫蘆 假設 這個 I除以2的餘數 等於等於0 做什麼呢 做輸出 跟做累計 包起來 Ctrl S 繼續了 所以 I只有在偶數的狀態底下 0是不是偶數 0是偶數 所以呢 餘數為0 輸出 1是不是偶數 1不是偶數 所以除以2的餘數 不會為0 是1 所以它不進來這裡 那一時類推 就達到說 只有偶數的值呢 才進來這個區段裡面呢 做累計的動作 就達到這個 偶數加準的目的 好 二次教同學可以理解嗎 對 所以 其實在我們的這個 數學運算裡面 在程式語言裡面 其實 用到這一個 所謂求餘數 距離非常高 因為有時候 求什麼3跟5的倍數啊 然後是不是偶數啊 是不是基數啊 是不是某個倍數 其實 這個所謂的百分比 會很常用到 所以通緝了 這個就是所謂的求餘數的部分 以再來判斷的話 就會找到很多 比如說是誰的誰的 誰的因數 誰的倍數 以此類推 對 沒有錯 就是你要判斷它 因為邏輯是你寫的嘛 你說我要以2的倍數為主 那當然就是以2的倍數為0 做這個動作 所以你要怎麼去做這個邏輯的形成 就是你 你只要學到這個 所謂求餘數的這個 所謂運算值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拿來使用它 那你要判斷多少個值 比如說我就常看到 每一個對應的輸出值 你可以把這個拉出來外面 但是最終來說 我們是求偶數的總和 你這一個程式嘛 一定要歸類在這個判斷式裡面 它不可以在外面 那外面的話就沒有意義了 就回到當初所寫的就是 不管是不是偶數了 就全部得加在一起 所以判斷之後 為真 一幅為真的時候呢 做你該做的邏輯 那就可以把這個邏輯呢 封到蛋裡面去之後 它就會作動它該做的部分 達到我們樣的效果 可以理解嗎 同學們 這部分 可以理解打個1好不好 老是看同學們的理解的部分 家同學呢 可以嗎 好 那可以的話呢 我們就回到這裡來囉 同學這個包寫完了沒 這個 Ticket 請你呢 把這個回宣寫完 然後呢 請你想一下 我怎麼算出總計的金額 目前當下沒有總計金額哦 目前只有什麼 訂幾張票啊 比如第一張250塊 第二張212塊 第二張170塊錢 那到底 最後總計為多少 我像這樣子 最後輸出 你訂了幾張票 你訂了幾張票 幾張票 那個票在哪邊輸出 大家知道 count哦 總計了寫count OK 然後總計為多少錢 那一樣是整數 總計多少元 請想一下 後面這個 這是count 那這個呢 是什麼 總計多少錢 怎麼算總計 如果你剛學到這個是你懂的話 怎麼記得 應該有個變數會在外部呢 總計是哪家 那哪家誰 大家思考到這個問題 請你把這一題做完 那這個範本呢 老師已經算能到這個對應的記號去了 所以假設你程式碼還沒有寫到 寫完沒關係 你可以用老師的範本試試看 你知道要做什麼嗎 好 那上面試試看哦 我算了總和出來 總和出來 好 請你最後看到 你訂了幾張票 總計多少錢 OK 請你把這一行呢 輸出 然後正確的話 假設你做對了 同學們練習一下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 當然假設你發現什麼程式報錯啊 或是原本就寫錯了 你可以 舉個手老師幫你看一下 那如果沒問題的話呢 就請你先做練習 那老師已經把這個程式碼到KeyHub去了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KeyHub上面的這個程式碼 好 那同學們練習一下 現在是11點50分了 那我們就練習到中午 我們練習到這個12點 那我們就下午來解這一題 那回去先做一下 我們還有時間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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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lated 童梦 那一题还没做完的呢 请你先把早时间把它补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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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有看到吗 有 你的四支山有问题 要先把它处理掉 你的城市整个歪掉 为什么 为什么歪得点 我开玩笑 我一口不清楚 诶可以其实没写出啊 为什么要写错 你只过去看一下 他写什么 Lesson4 对啊 没有只那个红色字 就是Lesson4的一个 第一行 对 对我也不知道 这个为什么会 看他出现什么资讯 等一下 诶他说你的 你的那个 没有没有渠道 为什么 你把它删掉看看 我再看一下 把它删掉 Lesson4删掉吗 全部删掉 一全部删掉 第一行全部删掉 他有快速修复 哎 啊 真的没 真的 他 充足S 促存一下 好可以 可以 存到 好 面存 为什么你没有格式化 奇怪 看一下你的名字 四支山 诶 诶这样是没有 诶这样是没有 诚实也是 诚实里面没报错了 所以是你PickHQ的问题 为什么 看一下你PickHQ放哪里去 哦 你的PickHQ是放在内部 或外部啊 诶 我是看一下你的路径怎么怪怪的 你是自己产生一个新的Lesson4 哦 啊你的SRC呢 你的架构呢 你的整个那个结构怎么不见了 对 因为我换一台电脑之后 我好像弄不知道按到什么东西 那其实这样子的话 嗯 没有老师 我会建议说呢 你用那个老师的专业的方式呈现 你不要自己独立目录 自己独立目录的话 跟PickHQ就无关了 嗯 就单纯的就是写程式而已 就是一个目录里面写程式 那我要怎么修改 嗯 我会建议你说呢 先把这一个 我们先 先签推好不好 希望没老师要跟你讲 好不好 好好好 那同学们同一先签推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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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号在吗 好 嗯 直接接18号 接17号请教哦 20号同学在吗 那就先继续接21千好了 22在吗 大家帮我打开镜头 谢谢 他有个30号同学没有签 30号在吗 好 有那个7号跟26号可以帮我看一下吗 我有开了我两个帐号 好看到了 好那这样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 OK好那同学我们下午 再继续 那刚刚那同学的问题 我会给你画面切晓晓 跟你说一下 我是要看到吗